上周六十月十五号由休斯顿乔教中心及亚裔青年商会联合主办的爱心环保做花艺活动 在乔教中心203市展开 乔界老中青乔包到场热烈响应这项活动 大家利用废弃的纸张做成可爱的花朵 并将在感恩节前夕把当天的成果赠送给乔界长辈 表达年轻人对社区的关怀心意 休斯顿乔教中心和亚裔青商会上周六在中心203市展开了一项环保做花艺活动 吸引了老中青三代的乔包热烈响应 现场准备了许多废弃的纸张绸带以及剪刀 好让当天参与的乔包将按心从指尖呈现 休斯顿乔教中心主任庄雅书表示 希望借由这次活动鼓励华裔青年人多参加乔社活动 并对华裔子弟关怀社区的热忱表示肯定 我们都知道亚裔青商会是由一群非常热血的青年所组成的 亚裔青商会在我们休斯顿这边 积极在参与社区公益的活动 例如他协助了我们贫固的学童 让他们的学用品募集的工作 另外他们还协助了癌症的病棚去募款 来协助他们短缺的医疗费用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亚裔青商会 对于这个社区对公益的一个贡献 当天由亚裔青商会 休斯顿分会的会长张居仁带领会员们 教大家编织出各种不同的花卉 热心的义工也忙着传送材料 让现场的互动充满着温馨和和谐的热闹气氛 休斯顿亚裔青商会自成立以来 早期由来自于台湾的华裔成员为主 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各族裔青年人组成的社团 组织成员散布在全球各地 年轻的会员除了在各地区 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之外 彼此之间也开展相互支援及交流 开拓成员国际视野以及人脉 我背景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 参加JC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 因为我本身对英文其实蛮害羞的 在很多场所的时候 我只针对于我专业的领域 税务跟会计领域 比较有 confidence 可是参加JC可以让我接触到更多不同领域的人 所以渐渐让我的英文可以更 比较 我可以比较open heart to talk about English 因为这样子的话 比较有帮助 因为你接触到不同的领域 所以会让你学习到不同的 更多不同种的英文 由于科技的快速进步 各国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未来如何将自己 能够更加轻易地和国际接轨 现阶段建立广大的人脉关系 将会是青年人的一个重要课题 今年初接任休斯顿亚语青商会会长的张军仁 当天也呼吁华域青年 积极为自己的国际人脉关系 做好准备工作 Hello, I'm John Chang This year is President of the Houston Asian JCs Houston Asian Junior Commerce Just a quick way to contact us is to join our group leave us a message with your phone number and we'll contact you or you can just look at our page and if you like a lot of our things eventually one of our members will notice that and we'll contact you Thank you